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Transformer 它是一個非常近期非常popular的一個model 那是Google提出的 因為它是跟以前我們看到在sentence level 用RNN或CNN的架構 寫完不同的另外一種新的模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它是怎麼做的 好,那首先一開始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input的資料長度有可能有不同的長度 譬如說你句子裡面有可能有五個字有十個字 那我們不希望因為我們input長度不一樣 而導致有不同長度的reputation 我希望這個reputation它是可以是固定的dimension 然後它可以表示不同長度不同類型的input 譬如說你的input如果是word sequence 那它的長度不一定就像句子裡面 或者是你image pixel或者是你聲音的訊號 以及你click log 你的input有可能根據你取資料的不同 或者是原本資料就存在不同長度這樣子的input 那我們希望可以考慮時間上面的順序 像句子上面每一個字它先出現跟後出現 它的意義代表是不同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模型去考慮這樣子的資訊 讓他們可以把每一個時間點的information 也會給在一起 舉例來說最基本的就是我們每一個字都有一個vector 那我們會直接把每一個vector平均起來 當成是這整個句子的vector 那希望這個平均後的向量可以代表整個句子的字意 那當然這樣直接平均的方法當然是非常揚純 那也可能performance不夠好 因為這代表我假設每一個字在這個句子裡面 再來的資訊其實都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能夠讓模型自己去學 每一個字它contribute在這個句子上面的資訊 可能帶有不同的重要程度 我們就必須要用一個model來capture這整個sentence level的representation 比如說我們之後會詳細解釋什麼叫做CNN Convolutional Neuronet 那待會我們其實今天會稍微的提到一點點它的概念 接著我們之前講到RNN其實是在文字上面非常常被使用來capture temporal information的一個模型 那它的假設就是每一個時間點我的input都會放進現在這個hidden state裡面 那這個hidden state不僅會包含我此時此刻的input 我還會把之前的那一些hidden layer放進來一起去aggregate到下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都知道模型它的架構其實是因為要考慮我們input它的property 我們才可以去設計適當的模型 我們才可以去設計適當的模型 讓它可以捕捉我們input資料的重要程度 這裡呢是一個兩層的rn 那你可以看到基本上rn它的概念就是每一個字會進來它一個verb embedding的layer 所以呢這邊的r1其實就是這一個字它的embedding r2就是第二個字它的embedding 那我們用了兩層rn的架構 那我們會假設所有的information都會藉由現在的input 以及之前的information aggregate在一起然後一起傳到後面去 那你發現這樣子rn的架構它是不是非常合理 所以它就可以用一個固定dimensional的vector在最後這個位置來表達這整個句子的representation 那這個整個句子長度有可能是不固定的 它可以是五個字也可以是十個字 那都一樣反正我們就是放進這樣子的rn的架構 最後生出最終的這個vector 當成是整個sentence的representation 那當然現在這樣子的模型其實是非常適合用在比如說句子 或者是你有一連串的value的這種資料上 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種sequential的computation 比較難以平行化 為什麼呢?因為你會發現我每一個時間點要做的計算 其實它除了根據現在進來的這個input 我還要根據前一個時間點計算出來的結果再拿過來用 所以我每一個時間點的計算 我必須要等前一個時間點它的output出來以後 我才可以往下計算以後再往下傳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要在時間的這個dimension上面去平行化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再來這樣子的模型其實並沒有explicit去capture dependency的資訊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這邊這個字 假如說它跟前面的一個字有高度相關 我只能用這一個model期望前面這個字的資訊會隨著這一個network流到後面 讓後面這個字有包含到跟它相關的這一個資訊 可是我其實並沒有明確的把它們兩個之間的這個dependency 放在我的model裡面考慮 所以不管是short range或者是long range這種dependency 我在rn這樣的架構裡面其實都是沒有直接的model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這一個cell到了這一個位置 它的這個vector我可以把它想成這裡的vector就像是現在第一個字 它在這一個句子的contact下面對應的這一個embedding 所以第二個字它會它對應的在這個句子中對應的embedding是r2prong 那因為每一個資訊的計算都是要根據前一個時間點的output 然後才可以把performance才會把output計算出來以便傳到下一個時間點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在rn這樣架構下面平行化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的順序在這個model上面是由左到右 你必須要把左邊的先算出來你才可以算右邊的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提到的cnn這個模型 它其實是利用一個convolution的概念 那convolution概念大概解釋在這邊非常簡單 藍色的依然是我們的word embedding layer 所以我們到這邊得到了word representation 接著我們會有一個convolution layer convolution layer做的事情是什麼 非常簡單我們以這一個字為主 你來看一下這一個字 它得到了information是從左邊一個字 以及右邊一個字都會 aggregate到一起 所以現在這個targetword它除了使用它自己本身的資訊以外 它還會使用左邊跟右邊的這一個資訊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定義我們filter的size 譬如說我們定義成3 那代表我的convolution它會考慮 左邊一個人跟他右邊一個人 總共三個人的資訊一起 aggregate在一起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好處就是我們是可以直接的model到 這一個字跟這一個字之間的關聯 也可以model到這一個字跟這一個字之間關聯 對吧 那這樣子的架構你有發現到嗎 因為它不像rn一樣 左邊要算完才能算右邊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平行化的 我每個時間點我只需要把它convolution的filter 有cover到的那一個它的context當成我的input 然後一次往上算 所以你每一個targetword都可以平行化計算 所以performance在training的時間上面就可以快很多 那再來剛剛說到我這個convolution的filter 是不是定義說我要capture它左右的context的資訊 所以這其實像是一個local的dependency 就是我假設旁邊的那些context neighboring的information 是跟我現在target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希望把它一起放進我的模型裡面 讓它可以去學他們之間的dependency 因為這邊上去這邊是不是有一個metric 這邊上去有一個metric 那這兩個metric的information 可以aggregate在一起 讓這兩個vector可以interact OK 然而long distance的dependency 其實是沒有在這邊被capture到的 因為基本上convolution它的概念是local的dependency 就是我假設我跟我周圍的這些人是相關的 所以我用一個convolution的math的filter 可以把它們資訊aggregate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是long distance 我當然可以我把這個filter開得非常大 如果我開20 那左右兩邊的資訊會很長都會被我們aggregate進來 可是當我們一次要把這麼多的資訊aggregate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更多的layer 讓它學出這個embedding的時候可以更加精準 因為我現在只有三個合在一起 然後壓一次fully connected layer 可能就OK了 可是如果你這邊多了10倍 那這樣子直接壓成一個小的metric 小的vector 那這樣子performance可能會失真非常多 所以通常如果你希望能model到long distance dependency 你可能就要比較多的layer 然後讓它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壓在一起 或者是我第一層先把這三個合在一起 然後我再接一層convolution 把這兩個這三個這兩個跟他們後面的這一個 再aggregate在一起 那這樣子上面的這一層的convolution 是不是就隱含間接包含了下面這麼多的input 所以當你用了越多層 你其實可以包含到的這個dependency就是越廣 可是那當然這也是一個缺點 你想要包含到很廣的dependency 你就必須要stack很多層的layer 那另外一個之前我們有提過的 叫做attention的mechanism 那attention是怎麼做的呢 不過大家還記得的話 它其實是在machine translation的例子上面 被主要被使用的 那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想如果我有一個句子 深度學習 我想把它translate成deep learning 那deep在generatedeep的時候 跟generatelearning的時候 我suppose應該要focus在input的不同的位置 所以呢 我希望我可以利用attention的mechanism 去讓generate的時候 它可以focus在input裡面不同的段落 也就是input裡面的這一個 資訊的dependency跟我這個decoding出來的結果 我希望把這個dependency直接學到 那attention它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讓你可以去assess裡面的每一個state 所以我每一次在做generation的時候 我考慮的其實是encoder裡面 所有字它encode之後的hidden state 我會對這所有的hidden state 都去做一次的attention 然後並且去決定到底我要focus在哪一塊 所以它同時可以assess到所有的state 而不是只有最後一個時間點的這一個rn的model 那既然有這樣的假設 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只使用attention 不要用這個rn的架構 我們只使用attention意思就是說 我們直接藉由我跟前面每一個state之間的關係程度 去把資訊aggregate在一起 而不需要靠一個rn 讓它用temporal information 然後資訊一直一直吃進去 來aggregate這一句話的意思 我希望能夠直接利用字跟字之間的dependency 因為我可以assess到裡面所有的state 所以我可以aggregate所有state的information 得到一個這個sentence level的representation 接著我們看到一個例子就是machine translation 之前我們看的用attention的版本 所以你看現在我們的input是深度學習這四個字 然後我們會用一個rn的encoder 把每一個字引扣成一個hidden state 接著我們是不是會拿出一個z 這個z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要拿來當成計算attention的 這一個我們會叫它query 這個z有點像是我們在generation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我要generate的對象 到底跟他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把這個z拿過來去算 跟每一個hidden state算出我們的attention weight 也就是alpha 那這邊計算他們多match來得到這個alpha 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最簡單的就是.product 也就是這一個vector跟現在這個vector 他們.product之後的結果是大還是小 代表他們有多match 那當然你這邊也可以放一個nn 讓你去predict現在這個alpha的數值 所以z會對這裡面的每一個hidden layer 都去計算他們相關的程度 並且得到attention weight 所以做完之後經過一個softmax 會把這個attention weight變成是一個幾率分布 那這個幾率分布我們會再把它weighted上起來 比如說如果你得到的幾率分布是0.5,0.5,00 我們會把這0.5乘上它對應的這個information 就是這邊的這個value 這個vector 0.5乘上h1 0.5乘上h2 加上0乘上h3 加上0乘上h4 所以最後你正在做generation的這個時間點 經過了剛剛說的這些事情之後 代表說我現在要focus在這兩個vector上面 也就是我要decode出deep 那之後我要decode learning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學到我的information需要focus在後面的這兩個字上面 那你看到在這邊我們會叫這個z叫做query 也就是我拿這個z去跟我們的key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算match程度的這個對象 叫做key 去各自計算他們match的程度 得到我們的alphaattention weight 得到我們的attention weight之後 然後這邊的這個distribution會乘上對應的這個value 那這個value在這裡的話它其實跟key是一樣的 就是每一個encoder之後的hidden layer 但有的時候你的key跟value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那在這個例子上面key跟value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最基本的dot product的tension是怎麼做的 其實它就是input有一個queryq 以及key跟value的pair是一整組的 為什麼這是一整組的pair呢 因為我有一個key它跟query算出來的這個attention weight 就要乘上對應的這個value 最後再把它加種起來 所以最後我得到的output其實是許多value的一個weighted sum 那這個weight的方式就是根據query 以及key之間的relation算出來的 所以呢其實它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thought file的attention input是這三個東西query是一個vector 然後一連串的key跟value就是一個metric k跟一個metric v 代表k裡面是有許多keyvector v裡面是有許多valuevector 所以一個keyvector叫做ki 那這邊算的就是q跟ki之間的dot product關係 那我們把它放到softmax以後 是不是算出來的就等於是一個幾率分布 也就是q跟現在這個ki之間的關係 就是第i個index的那一個key 學出來的這一個alpha值 那這所有的alpha值i會submission以後會等於1 那這個alpha值在乘上對應這一個index等於i的這一個vector 讓它就是value的vector 讓它weighted sum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會是我們attention output ok齁 那中間的這一個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alpha 這個alpha其實就是query跟key它的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之後的distribution 所以是經過softmax的distribution ok 好 那在這邊 詳細一點講的話 q會是一個dk位的vector ok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key 因為key要跟它做dot product 所以key也要是一個dk位的vector 好 那value呢 value就不一定了 value是dv為 為什麼value不一定要跟它們一樣 因為這兩個要一樣是因為它們兩個要dot product起來算出alpha 但是alpha值我去做weighted sum 我再去乘上這個v 這個v的dimension不一定要跟前面它們的是一樣的 ok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我們把剛剛這一個 的概念衍生成metricslevel會變成怎樣 剛剛我們的input是一個query 可是如果你的input是多個query的時候 你想想看在machine translation的時候 你每一個時間點都有一個q 所以你這個q其實是一整個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許多個vector進來 那我要怎麼把它寫成一個式子呢 原本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要把多個q合在一起考慮 其實很簡單 q就變成是一個metrics 大q 那仿照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剛剛不是說了 這邊是softmax嘛 q跟對應的k i它的softmax 所以其實就是大q跟k的transport 相乘之後的softmax 然後再乘上對應的v 因為這個的結果會是 attentionweight 然後再乘上這一個大b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值的就是有大Q個query 然後每一個query它的長度是dk 那這邊因為要跟這邊dk 所以這邊長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是 這邊一個也是原本的一個key 那key的數量是k個 所以這邊的橫是k個 ok 那這邊是k的transport嘛 因為我把它直過來了 竖過來了 然後在這兩個乘起來之後 是不是就得到了對應的那一個 attentionweight 那我們還要做rowerized softmax 也就是對於rower去做normalization 接著我們乘上這個v 乘上了這個v 你看這邊的這個數量就是k個 這邊k個的意思就是 有k一個hidden layer 就是有k一個value vector 然後他們的長度是dv 所以我們會把算出來的每一個alpha 乘上對應的這一個每一條rower 得到的最後就會是summation過後的結果 ok 所以最後我們會得到一個 有大q乘上dv的一個metrics 那這個metrics就是它的這一個高度 其實就是我們有多少query 然後每一個rower就會是這個之後的 經過attentionweight以後summ weighted sum的value vector 所以每一個rower就是一個weighted sum of values 那因為有大q個query 所以我們就有大q條rower 所以呢我們就是把它寫成是metrics形式 長這樣子很漂亮 所以沒有什麼複雜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下一個比較複雜的一點就是 一個叫做self attention的mechanism 那剛剛我們做的一般的attention 其實是我對別人做attention 記得嗎?我在decoding的時候 我要去跟之前encoder的每一個人 去算說我要focus在你上面多少 但是我並不是對自己做attention 那現在self attention的概念 就是把剛剛那樣子的概念 也改在對自己的input sequence做attention 所以直接畫出來其實就會長這樣子 其實還蠻直覺的 就是每一個人假如說是第二個人 他需要對這整個句子裡面的所有的人 去找出他的attention 譬如說這邊就是拿第一個字 跟第二個字拿進來去計算他的attention 得到他的alpha以後 這邊這個alpha會再乘上原本的這一個vector 當成這邊就是value vector 然後乘上他的alpha值 然後乘上他的alpha值 微填上起來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跟其他的人計算出他們的relationship 然後得到你的attention weight 並且把他aggregate在一起 變成是這個時間點這一個字 就是他的representation R2 那在這樣子的架構下面 其實我的假設就是對於任兩個d position 我是不是都有去計算他們之間的關聯 對吧 那這樣子的架構其實也是非常容易去做平行的 因為我每一個時間點我考慮的就是我所有的input 那他們並不會因為別人計算出什麼樣不同的結果 而導致我現在要parallel這一塊的information而受到更動 是不會的嘛 因為我需要用的就是所有的input而已 所以我會拿自己跟其他人去算這個attention weight 然後再把它aggregate在一起 那這邊就是transformer基本的概念 那剛剛講到transformer它是基於machine translation這個task來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encoder decoder的model 那左半邊是encoder 右半邊是decoder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它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畫得這麼複雜 這邊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的self-attention一模一樣 然後每一個時間點的output 是不是會經過feedforward的network 然後得到encoding之後這個字的embedding 然後我再做同樣的事情一次 也就是我做兩次 做self-attentionfeedforward 好 接著我要做decode了 decode的時候不同的地方你還記得嗎 我們decoding的時候 是不是平常就會做一個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也就是我要decode東西的時候 我必須要從encoder這邊去算它的attention 然後再決定它要怎麼aggregate起來 所以這邊的這一個就是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好 好 那下面這個是什麼 這邊下面的還是self-attention 只是 現在我的self-attention 我假如說我現在正在generate的是d2 我generated2的時候 我只能access到d2以前的資訊 所以我在做self-attention的時候 d2後面這些東西需要被mask掉 不然它把它拿進來考慮就有點怪怪的 那這邊同樣經過self-attention之後 每一個時間點都會有一個vector 然後我會去對encoder的hidden state去做attention 上來之後經過veforward 得到decoder它的embedding ve to prompt 再經過self-attention encoder decoder attention veforward 然後最後predict softmax的output 那這個output其實就是over整個dictionary 哪一個字是最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呢就可以用比如說greedy或binsearch的方式去做generation 好那在self-attention 在encoder這端 我們來看一下它詳細是怎麼做的 那這邊跟剛剛其實是差不多 只是我們現在把它畫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呢每一個字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它embedding進來之後 然後我們會去 假設說我們以第二個字為query的話 我們會對其他的字去做self-attention 好 所以呢這邊的d2 product其實就是 E2當query的時候 E1當key 那當然裡面你實際上在intelman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就是我們其實就是這一個metric 大Q裡面的一個 其中一個vector它就是query 然後它會對其他所有的人去當成key 然後去算它的dot product 然後算出它的值會得到attention weight attention weight之後再乘上對你的這個value的vector 那valuevector其實就是存在大v裡面 那當然在做attention weight之前 我們當然會做一個softmax 讓它會變成是一個幾率分佈 那到了這邊之後 其實它就有點像是這一個字為query 它對其他所有的字它們的關係 然後再去把它們的關係合在一起的weighted上 然後最後再經過fully connected feedforward network 然後最後得到這一個字它的representation r2 所以大家記得我們的式子其實就是長這樣 這個attention其實就是query跟key跟value 這三個metric 那每一個人其實都會當成query嘛 那每一個人也會都當成key 因為它真的是self-attention 所以query跟k其實是同 在encoder的時候其實就是同樣的metric 那v這邊其實也是 因為v是不是就是算出來的這個value 要乘上自己原本的那個vector 所以呢 你算出來的式子是不是就是長這樣子 query跟k的transport 經過softmax之後 我們再乘上v 那在encoder端的時候 其實這三個metric其實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你的input的vector 好接著self-attention裡面decode的端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沒有看到沒有辦法看到後面 被generate出來的字 所以這邊的decode 當我們decode到第二個字的時候 我們的self-attention只能去attent前面出現過的字 那剛剛說的也是一樣 只是我們用一個mask把後面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被generate出來的字mask掉 所以下一個我們就要說到 剛剛我們說完了self-attention 但是self-attention在transformer裡面其實 是不夠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attention叫做multi-hat-attention 那它其實是self-attention的一個延伸 那再說multi-hat-attention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解釋一個東西叫做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是什麼 convolution我們之後會詳細的講到convolution 就是cnn 那大概講一下它的概念 其實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如果說我對於這個句子 用一個convolution cn來學的話 那言下之意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會有一個convolution的filter 那這個convolution它會 比如說我決定左右可以各看兩個字 那包含它自己這一個字 和前面出現兩個字跟後面出現兩個字 那因為這個句子它就是只有四個字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想成是 前面出現的這一個字 以及後面出現這兩個字 好那這個convolution呢 這個filter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很簡單 你其實只要把它想成是 我會對它的那一些neighbor 比如說第一個neighbor 它會去算出一個linear的transformation 就是一個metric 那這個metric等於是把你這一個vector 經過這個transformation 得到一個vector放到這裡 接著 cake也會成像一個metric再放上來 每一個字 只要是被convolution有cover到的 都會成像一個metric 然後放上來 所以呢有點像是 每一個字它都會成像一個對應的metric 然後最後往上學成一個我們對應的這個字的向量 那這樣子概念是什麼呢 概念是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字它都會學到自己對應的這一個metric 所以呢這邊的這個metric跟這邊這個metric 跟這邊這個metric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其實會發現在概念上來說 我們希望它學到的是 假如說現在這個字 現在這是一個句子level的 比如說embedding 那我希望我用了這個convolution 這個字在這個句子裡面它的embedding啊 用了這個convolution以後 它可以把這個字跟這個字的關係給學進來 也就是說這個字它代表了什麼意思 在這一個句子上面 它其實代表的是誰 就主詞是誰 who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這個metric它乘上來之後 放到這個vector之中的貢獻 其實是變成是這邊是那一個主詞 那你學到就是誒這個是who的資訊 好那中間這個字就是這個動詞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呢這邊中間的這個metric 它focus的這個aspect就變成是做的這一件事 前面這一個metric focus在到底是誰去做的 那最後這個metric會focus在另外一個aspect 這個aspect是我是對誰做 就是kick to whom 所以呢像這一個字因為它是受詞 所以呢我就希望在我直接用一個convolution學的時候 然後這邊的這個metric可以捕捉到 到底是受詞是誰的這個資訊 所以當我們aggregate 把informationaggregate 給在一起的時候 上面的這個vector就包含了who thewhat還有to whom 這三種不同的aspect 好那個是convolution它的概念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一般的self attention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看呢self attention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weighted sum 我會去算每一個字target字 對於其他旁邊字他們之間的關係 其他旁邊的所有字會當成key 然後呢我們用現在這個query去算他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的關係就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就是attention我要attent它多還是少 所以是一個程度上的差異 我們並沒有認真的去看 我們之間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aspect 所以你看這邊我們都是用同樣顏色來修 那前面我們是用不同顏色 代表我們是用不同的metric去capture他們之間的relationship 那現在這邊是我們是capture他們之間的程度差異 所以只有深淺的差別而已 並沒有不同aspect的差別 那你想想看這兩種focus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是我focus在不同aspect 另外一個是我focus在它的程度上的差異 所以convolution它沒有辦法做到我們程度上的差異 那self attention沒有辦法做到我focus在不同aspect這個狀況 所以能不能夠衍生這兩種概念 像我們有一個模型它可以包有這兩種架構的好處 所以mote head attention就被提出來了 我們可以先想說我們現在要衍生我們attention這個概念 只是我們要focus在特定一種aspect上面 所以像attention它的概念就是我只有程度上差異嘛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把attention head設成是who 所以現在我只要focus在who這樣子的aspect 然後我去看它們程度上的差異 所以suppose我就會捕捉到 第一個字它對於這樣子的aspect 它的attention應該是最高的 對嘛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who的這個aspect 接著我們第二個aspect 我們也希望用另外一個head來當成 我們學attention這樣的架構 所以每一個人他也都會去學 在這一個紅色這個aspect 也就是who的這個aspect上面 attention應該是多重 OK 這類推第三個aspect 我們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他都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三種不同的aspect去學 那在某特定一個aspect當中 也會有attention weight之間的差異 所以這是不是就包含了 我可以學到不同類型的relationship 而且我也可以捕捉到一種relationship下面 不同attention 不同程度上面的差異 所以這就是matiheadattention 代表我們有多個head 也就是多個aspect 希望用attention去學 那我們比較一下這三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是用不同的linear的transformation 這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根據的標準就是 字跟字之間相對的關係 所以如果這個是target word的話 它左邊這一個的關係就會是 比如說who 每一個字它左邊的這一個relationship 它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都是who的資訊 中間就會是de quoi attention它其實就是一個weighted average 所以每一個weight 其實它就只有程度上的差異 並沒有說它是哪一種aspect 所以matiattention它其實就是parallel的attention layer 這個parallel attention layer 還有不同的linear的transformation 每一種顏色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種linear transformation 同一種顏色之下它會有程度上的差異 所以這樣子其實就可以保有前面兩種model它的好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transformer它的overview 這個你在paper裡面就會看到這個圖 那這個圖其實就是transformer它實際上在 在implement上面的每一個細節的component 那它跟前面的那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high level的概念是一樣的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就從我們剛剛說的selfattention 它其實變成是matiheadattention 因為matiheadattention其實它也是包含了selfattention的概念 只是一個延伸它有包含不同的aspects 那這樣子的架構其實就是沒有任何的recurrent unit 那它是一個encoder decoder架構 那一開始他們就是做在machine translation這樣子的task上面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 Hover的一個老師他有一個網頁裡面是pytorch的細節 就是implement這個整個transformer 它會有每一個code以及對應這個code裡面 是在這個model裡面哪一個component 那是pytorch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這個介紹 那裡面就會更了解 欸我實際上我要實做的話 我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樣才能implement出現在你看到這個model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裡面的幾個細節 首先第一個就是剛剛說到這邊裡面有三個matiheadattention 那它其實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我們待會來看它到底是差在哪裡 首先matiheadattention 你會看到這一張圖 這是在transformer裡面實際上它implement的架構 所以概念是不是就是讓字跟字之間可以彼此互動 然後去學他們之間的歡息嗎 對吧 好 所以我們的model它其實就長這樣子 我們一開始會把這三個就是value key跟query 這三個metrics去map到比較low dimensional space 所以這邊有幾個linear layer 好接著我們就會apply我們的sort product attention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記得我們這邊是matiattention 所以我們這個thought product attention 會有數個 像這邊就是有h個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保有多個就是h個不同的aspects 所以當你在學的時候 同一個aspect的資訊就會自動放到同一個head底下 然後它會學到他們程度上的差異 這樣子才能對最後造成貢獻嗎 所以它等於是我希望有不同的aspects 重要的資訊都應該要被放出來 它都可以利用attention的機制 去對你最後的output造成貢獻 當然我們的attention學出來之後 我們需要把它concatenate 就是這邊有h個不同的aspects 然後concatenate之後 我們會再經過一個linear的transform 然後再output出去 所以這個matiattention裡面的架構 其實重點就是在中間的這一塊 thought product attention 那這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邊的thought product attention 它其實做了一個scale 那我們待會會講說 這個scale的thought product attention 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需要做scale 好 那這邊的式子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matiattention就是input 就是這三個metrics 所以你就是把concatenate 這h個不同的head 然後這邊就是concatenate 在這裡 然後我們放進一個lineartransformation 所以乘上一個w output 好 那這裡面的每一個head head i它其實就是attention 那這attention是什麼呢 我們會乘上對應的那一個aspects 所以這邊的head就是i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index i 就代表這個metric它其實是在學第i種effect 它的attention ok 所以這邊沒有什麼問題吧 那我們就繼續剛剛說到scale的thought product attention到底是什麼 那scale它的概念它的motivation其實是因為dk 那大家還記得dk是什麼嗎 dk就是那個query它的那個長度嘛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這個query的 一個query它的那個vector的長度 如果它非常的大的話 那這是不是就代表了你對應 你對應出來乘上對應的這個key 它之後得到的這個attention weight the variance就會上升 你想想看喔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的dimension很大的話 那這樣子 你在這個幾率分佈下面 大部分的值就會被衝得很散嘛 所以variance變高以後 你做了softmax之後 有很多值 就比較 原本稍微比較大的值就會被拉高 稍微比較小的值就會被壓很低 所以裡面的值要嘛就是1要嘛就是0 所以它其實是會 這個variance會變得比較sharp 那你的distribution就會變成有點像是 比較peak的狀況 原本可能是長這樣子 比較smooth 但是當你的dimension變比較多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變成是比較sharp的樣子 那比較sharp有什麼不好呢 比較sharp其實就會造成 你的gray點 欸是不是有些地方很高 有些地方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gray點其實就會變得很小 那如果造成變得很小的話 你看你的model那麼的深 你在這樣子的情形 你在dk比你比較大的時候 會造成你這邊的gray點數值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當你跌了很多層的時候 你的gray點它的contribution就會很小 那你在做update的時候 你用beprogation去用gray點去update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sharp非常慢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小小的scale 讓它不要因為dk大的時候 而造成gray點變很小這件事 所以solution非常簡單 就是我只要根據我dk的長度 去scalequery和key它的vector就好 因為這個dk是跟query跟key有關嘛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一個原本dk的長度 然後我們去改變這個query跟key 學出來這個distribution它的長度 然後讓它因為我們的dk比較大 讓它去做一個scale 所以我們這邊多加了一個東西就是這裡 就是這邊是dk 我們把它加在分母 就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學出來的這個 學出來的attention weight 那要再除上 會根據你的dk的長度去做一個scale 那不要因為dk太長 而導致你現在的這個gradient 就會變太小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它scale就做在這裡 那樣簡單 就是q跟k是不是就是相乘嘛 就matriate相乘 那將乘之後它就等於是把它除上dk 然後再做softmax 欸這邊有個mask你先不用理它 這其實是用在decoder端的 那就跟我們剛剛講到的是一樣 那我們會稍微再快速講過一次 mask是什麼 那經過mask之後 我們是不是做softmax 那做完了之後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呢我們在乘上對應的這個v嘛 ok所以這邊沒有什麼問題 那之後我們就要再看一下這邊這個component 就是上面你看它多了add跟nomization 這兩個operation 那它到底是在做什麼的呢 在這個block裡面 這是encoder的block嘛 那它的block會重複多次 那每一個block裡面就是包含兩個block 一個部分就是剛剛說的multiheadattention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上面的這個feeforward 那這個上面的feeforward 它其實是兩層的feeforward 然後裡面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用的是reloot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它其實是recedural的connection跟layernomization 所以你看到什麼叫做receduralconnection recedural其實就是這邊這一個edge 它是從這邊還沒有進兩層的feeforward 之前的資訊就先把它保留下來放到這裡 所以呢這個layernomization它的那個function 其實裡面包含的是原本x放進function之後 也就是這個vforward或者是multiheadattention之後的結果 以及放進去之前的這個結果就是x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其實就叫做recedural 那它的概念其實是希望有一些資訊 是可以不用經過這些function 就可以直接傳過來 所以你如果有一些feature它的在原本的資訊上面 就在這邊已經非常重要 就已經不用再去經過這一個部分 去把它更抽取出更aptract的feature的話 這邊的這個資訊就可以在這邊被保留下來 那當然我們還會有已經經過function learning之後的結果 所以是兩個資訊都會保留下來 就尤其在你有非常多非常deep的model的時候 就是做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你可能疊了非常多層 如果你沒有用recedural的話 你其實就假設每一層function 它其實都是會work在 會input在每一個就會做operation 但有一些資訊可能前面就已經夠好了 你加了非常多層以後 反而不會讓部分變得更好 那保留這個recedural就是讓它保留一點彈性 是可以使用原本這個apps資訊的 那另外一個layernomization 那nomization很簡單嘛 就是它要把它的input變成是 以min大概在0 然後variance在1 就是做一個normalize 那它的這一個nomization是對於perlayer 還有pertraining point都有做 所以你看如果說 layernomization在這邊 它其實是對這整個 第一個sample的這個layer裡面的所有的數值 去做一次normalize ok然後呢 接著每一個 每一個時間點的這個 就是每一個位置的這個value 然後也會在batch normalization 然後經過normalize 所以呢這邊其實是 兩邊都有做的 那normalization在這一塊其實就是把 裡面的每一個layer它的數值 然後normalize成固定的這個distribution ok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normalization它的細節 就是你要怎麼去控制你的mu跟你的variance 是在你想要的range底下 那這邊就是encoder剛剛說的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 encoder它input到底是什麼 大家知道嘛 input其實就是我們 如果是machine translation 就是我們一開始進來的這個句子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的model 它不是一個rnn 它現在的model 它就是一個用attention機制把所有的資訊 合在一起的一個模型的一個encoder 那這樣就會發現一些事情 就是temporal的information 其實就沒有被保留下來 像是如果一句話是 我愛你跟你愛我 他們經過同樣的這個encoder 最後會變成完全一樣的結果 因為你都是把這三個字 對彼此去做attention嘛 就multi-hat attention 那你往上之後 你最後其實是並沒有保留 我愛你跟你愛我 在時間上面差異的這個關係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它就提出了一個叫做 positional encoding的方法 那希望能夠藉由一個vector 這個vector它去表達這個字 在這個句子裡面它的位置 好 那大家一開始就會想到 最簡單表達位置的方式 其實很簡單嘛 你可以用個one hub 如果說這個句子最長是20 你就用一個20位的vector 然後用第二個字它可能就是010000 然後去表示這個字它的位置嘛 所以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每一個字 它除了原本的word embedding外 然後再concatenate它的position的embedding 然後讓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等於是知道這個字 以及它的weight的資訊 可是它這邊用了一個更聰明的方法 它這個方法其實是有點小複雜 你看它的式子 就式子就是一些sin跟cos的組合 那其實它抽象來講high level概念是說 因為你看sin跟cos它其實是一個有周期性的波 對吧 所以呢 如果你原本是20的one hub 那你這樣子其實如果是22 它就沒有辦法用原本的20來 20為的feature來表達了 那我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模型 可以藉由一個固定的vector 然後去表達多個不一樣的一個位置 就是不要用one hub方式 所以呢 要這樣保留的話 我就用這一個有周期出現這個波的關係 我可以藉由這個周期它的寬度 以及它位移的位置 然後來表達出不一樣的資訊 讓你每一個不同的位置 它得到的vector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其實是一個positional的encoding 它的visualizer結果 那這邊我們待會會放大看一下 那這邊它的設定是 這邊它的dimension就是射乘512 所以呢我會用512圍的一個向量 來表示position 好那在這個裡面有0到20個position 那我們看一下它大概會變成怎樣 所以呢左邊 Y軸的這個是position 就是第0個position 它得到的這個vector長這個樣子 那顏色當然就是代表它裡面的數值 所以這邊有512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不同的position 它對應的這個vector其實都會長得不太一樣 那它的樣子其實是根據那個周期性的sine或cos波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 欸那這樣子它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由一個vector 然後去表示位置之間的關係 而且你也會發現它這個關係其實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偏移 所以呢它會保留這個相對的這個位置 那加上這個position的embedding 它就可以跟原本的win embedding合在一起 然後當成是這個input的資訊 然後讓model去把它引扣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model上面 我們剛剛說到有三個multi head attention 對吧 那這三個multi head attention其實是稍微都有點不一樣的 那是什麼不一樣的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最基本的encoder的self attention 在這裡 這邊的multi head attention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query key跟value 那剛剛我們也講過 我要對自己去做self attention的時候 我的query跟key跟value其實就是自己的input嘛 所以呢在這一個component裡面 query等於key等於value ok 接著第二個這邊這一塊你會發現這邊的multi head attention 是mask的multi head attention 那這個decoder這邊它是decoder self attention嘛 所以它還是對自己去做self attention 可是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在decoder的時候 後面的字還沒有被decode出來 所以我只能看到前面已經被decode出來的字 所以我的self attention我需要對於把後面的字把它mask掉 所以它跟前面不太一樣的地方就只有插在它多了一個mask 但是query還是等於key還是等於value 就是decoder這邊的那個output 好 那最後一個 那這邊的這個decoder它的概念就是這邊是encoder encoding的每一個hidden state 那這邊是decoder的state嘛 所以你在decode到這邊的時候 你只能attent到decoder之前的這一塊的self 那最後一個是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那在這裡 所以你看這邊的這三個值 是從不同的地方來的 欸?multi head attention的input是不是就是qkv 所以呢你看這三個東西只有一個是從decoder來的 另外兩個是從encoder來的 從decoder來的其實是query 意思就是說這跟原本我們做machine translation不像 我們要從在decode的時候 我們會對原本encode之前的encoder 那一端的每一個hidden state去做attention 這就是對別人做attention嘛 所以呢這邊我的key跟value都是encoder來的 那我的query是從decode的 我現在decode這一個人 他當成query 然後去attent前面encoder的那些結果 所以就像是我在decode它的時候 我是對encoder的這邊去做attention 好 那這樣子這三個component的細節其實也就講完了 那當然在訓練這一個非常複雜的 network的時候有一些training tips 那是很重要的 但這邊我就不細講 那我大概把它列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測試 就比如說有不同encoder的方式啊 然後你要怎麼去在training的過程中 用checkpoint去保留前面 平均出來的結果 那可以讓你之後的training可以更有效 然後還有你的optimizer 他用的其實是ADAM 那當然還有一些room rate的改變 對所以有非常多一些tips 需要被include到你training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training的非常複雜的model 在performance-wise 其實當然是會非常困難 那要怎麼樣訓練的好 其實是都需要很多實作上面的技巧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結果 他在machine translation上面實驗 你會發現這個transformant 他用了兩種model 一個是基本的model 另外一個是比較大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performance 比較大的時候 是比之前的performance來得好 那他的時間也比原本的來得更有效率 那在parsing的結果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transformant 在這一行 他是92.7 跟他同樣的training的方式 是set by supervisor這一欄 裡面他是最高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training的方式 比如說multi-tech 或者generative 那他就跟這樣子的training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呢 跟這邊比是最fair 那如果是跟不同diverse 他還沒有這邊的這一個來得那麼突出 那最後做一個總結 大家記得大概是這張encoder decoder圖 他其實就是我們的transformer 那他是一個沒有recurrent unit的一個model 那當然沒有recurrent unit 他就很容易去parallel整個training 那當然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multi-hat tension 那他的重點就是我希望藉由不同的aspects 學在不同的hat上面 然後能夠學到字跟字之間的interaction 那position encoding就是多提出來 讓你可以保有position的資訊 用在這一個沒有recurrent unit的model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每一個block 比如說他這邊是會重複六個 這一個encoder block 那任何像這樣一個基本的block 都可以被apply到其他的task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task可能是 你覺得原本可能是需要用rn 但你現在覺得你可能用這個multi-hat tension 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benefit 那你也可以把encoder那邊 就是換成這樣子的multi-hat tension 試試看 那當然是都不一定 所以你很多實驗就是要嘗試才知道 所以他不一定要整個架構 都是一個encoder decoder架構 你可以借用任何一個小塊 然後去apply在你自己的task上面 在這一點 是漏地的 是漏地的 了還要選擇 按摩